中芬传统友谊深厚 芬兰是最早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2010年、2017年 我曾两次到芬兰访问 留下深刻印象 2017年我访问芬兰期间 从总统先生一道 明确两国建立和推进 变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我很高兴看到 近年来中芬关系 保持平稳发展 两国在森林工业 农石产品 信息通讯 能源环保 科技教育 东西运动 这些领域 务事合作不断地升华 这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中国愿意同芬兰加强协作 为动荡的世界增加稳定性 我们赫养亚的世界增加量 是连环保 我们赫养地标 我们赫养地下